郭台銘有提到說他大學是騎車送貨 您是開車上學 你幫我回憶看一下 臺灣的首富講這個話 可能說服力可能比較不強 他是開了汽車上學的 我是騎了摩托車在送貨 我是騎了摩托車在送貨 倒是郭董事長要想想看 為什麼他的企業裡面有這麼多的年輕人 在工廠裡面有這麼多的年輕人想不開 年輕人需要什麼 我肯定比他了解 我肯定比他了解 至於在照顧年輕人方面 我們三年以來對年輕人的照顧 不但有將我們的基本工資三度提高 而且對於加薪減稅 我們也都有了具體的做法跟成果 我倒是覺得或許郭董事長經營企業不錯 但是照顧人民這件事情 我比較有專長